近期 香港激进示威者在街道纵火 暴力打砸地铁 破坏道路 机场等公共设施 对此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 9月5日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些暴力行为破坏社会稳定 造成的损失最终还得香港人买单 应该来讲后面就是暴徒 你说打砸 很多方面来讲又破坏公共设施 做着非常大的一些那个破坏社会稳定 所以作为一个香港的市民 我们绝对是不答应的 况且的话 你看所有的政府部门 很多的公共设施都破坏了 海的维修 维修来花的钱的话 还是我们这个大家来买单 因为我们都是纳粹人的钱 吴良好说 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持续几个月的风波已经给香港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市民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滋扰 如果再乱下去 将严重影响普通香港人的生计 你看了很多的零售业 还有一个酒店业 包括其他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 他们做零售的 有些是差不多跌了百分六成到七成 他的我跟你讲都交不起租金 所以一大批都面临着要逃避 其他的游客不敢来 这个游客香港是旅游是一大支柱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 世界影响到市民的生活 假如继续让这些人继续再乱下去的话 我觉得香港会有一大片的失业大军 吴良好说 香港人有表达诉求的正常渠道 不应该诉诸暴力 诉求不是强求 需要在和平理性的环境下共同讨论 你有无限诉求 我们有十几件诉求 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大家拿出来 品心尽气大家来研究 他解说应该有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大家有个对话 你不是用暴力来 暴力来的话就苏打营药 你一定要 这个不是叫诉求 这个叫全球 吴良好说 当前特区政府已经释放出善意 希望香港能够尽快止暴治乱 恢复社会秩序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